好的 各位同学 接着我们来看141和142的知识拓展板块 这一板块呢 我们仍然要说关于被动语态的事 那么被动语态是什么 以及如何使用 它的各种时代变化 我们在语法当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在知识拓展板块呢 我们主要要说的事情就是 在口语当中被动语态该如何使用 我们很多同学呢 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总有一种幻觉 觉得说语法的东西呢 它就是非常非常抽象的 或者说语法的东西呢 只可能用在书面语当中 但是你会发现 事实上 我们所说的这些定语同句啊 被动语态啊等等 在新概念依测后期所学的这些 听起来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复杂的语法 事实上 在西方人的口语表达的过程当中会经常经常出现 那么就今天的这个被动语态而言呢 你会发现 我们中国人脑海当中的被动语态就是一个被字句 可是呢 你会发现 在除了被字句之外的很多场合 其实被动语态都可以被广泛的使用 也就是说 被动语态的功能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那好 现在我们就以两个例子来证明被动语态的功能 现在呢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阿甘正传》 这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我们知道阿甘小时候呢 是一个腿脚不灵便 而且呢 智商特别低的人 因此很多小孩不喜欢跟他一块儿玩 甚至于很多孩子都不喜欢跟他一块儿坐 那么这个情景呢 就是他呢 一会儿要坐他们学校的school bus 就是学校的公交车 上车了之后呢 其实本来还有很多的空座位 可是这些孩子们都说 这座有人坐了 这座被占了 你就不能坐在这儿了 等等 那么现在呢 就请大家来欣赏这段这个片段 然后呢 把下面这个句子叫the seat 后面还有两个词填充完整 好的 现在我们来开始 这座人的车子 被返回了 你来到这里吗 妈妈说的我们要去带一乘 这座人不是个乘客 这座人是一班的小学 我叫佛丽子 佛丽子 我叫佛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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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不乘客 我们没有乘客 我们不乘客 是吧,它是Tiger Tiger Tiger I can't sit here OK,好的 也许可能这个小孩呢都有口音 不是特别容易听得懂 这句话呢,完整的应该是 The seat is take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个座被站了 这个座有人坐了 在我们脑海当中 可能你万万想不到 这个座有人坐了 或者被站了是这么说的 因为在口语当中 我们是可以这么说的 请坐叫take a seat 或者have a seat 而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把这个 take a seat变成了被动语态 叫the seat is taken 就是这个座被站了 所以未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只要说这儿有人坐了 这个座被站了 你不能坐在这儿 就可以说the seat is taken 另外呢,大家听到另外一个孩子 说你不能坐在这儿 就you can't sit here 因为这个发音呢有点偏英式 所以你可能听起来不是特别的清楚 我们再说一遍叫you can't sit here 就是你不能坐到这里 you can't sit here 英式发音,美式发音不同 OK 好了,接着我们来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来源于一部电影叫做 公主日记 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女演员 叫做Annie Hathaway的这个成名电影 公主日记所说的呢就是 这个什么呢 一个小女孩啊,十几岁 她呢从小跟她妈妈一起长大 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爸 那么就在她十几岁的这一年呢 从欧洲来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要见她 说呢,这个老太太声称这是她的奶奶 那么我们一会儿所看到的这部电影呢 这个就是她奶奶跟她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而我们知道她奶奶不是一个普通人 是一个欧洲小国家的女王 现在呢要招待回去做公主 所以这个小女孩可能一点受不了 那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女王Queen 还有一个助手,助理 这个台词呢就是助理说出来的 那么大家仔细听一听 这句话,the tea 后面还有两个词 请大家把它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开始 哦,before我射击 我有一件事我要给你 这里 哦,um,thank你 哇 它是这个Geneuvian crest 它是我的当我年轻的 啊,那是我的大祖母 我保持这个保持这个人 好,我保持这个保持这个 我会 good care of it 那,what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事情,我认为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在你的生活 我已经有了枝刺 不是,它是更大的 比方折养 The tea is served, ma'am OK 他的助理发音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叫什么呢 叫the tea is served 这句话也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如果让大家去说 茶已经准备好了 你会怎么说 the tea is ready 是吧 当然你要说the tea is ready 是不错的 完全可以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位助理呢 是女王的助理 在皇宫贵族皇室 这个成员的这种说话当中呢 你想想应该是以最礼貌 最客气 最绅士为准则 因此呢 就会把the tea is ready 改成了the tea is served 就是茶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是一种非常非常礼貌恭敬的说法 那么类似于这样的表达呢 我们在坐飞机啊什么的时候 也经常会听到 比如说有很多的空姐呢 这个经常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您跟他要了一杯水 他拿过来了 说your water is served 您的水已经准备好了 或者您的水已经给您递到这儿了 就是特别特别礼貌和委婉的方式 OK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就是被动语态呢 在英文当中 尤其是在口语当中 它的使用频率和场景 是非常非常值大的 未来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稍稍去留意 这样的小小的句子实际上 非常非常的地道 好的 关于被动语态的口语用法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要看一看 被动语态在很多的 理语和俗语当中呢 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句子 大家看看什么意思呢 叫 last time is never found again last time就是失去的时间 is never found is found 是be down的形式 因此是被动语态 因此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岁月流逝啊 一去不复返 也就是不被找到了 不能被找到这个意思 OK 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a liar is not believed when he speaks the truth 这里面有个单词 a liar 叫做说谎的人 说谎的人呢 is not believed 就是不被信任 不必相信 当他说真话的时候 所以呢 说谎者即使讲真话 也没有人相信 就是这么说的 好了 再来一个 rom is not built in a day 这是我们经常在口语当中 所表达的意思 rom 咱们以前学过了 叫做罗马 罗马 is not built 就是不被建造 in a day 就是在一天当中 所以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 就说呀 罗马不是在一天当中建成的 我们知道 罗马这个国家 曾经古罗马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它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建成的 所以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特别切切的翻译出来 OK 好了 那么被动语态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真的真的真的 用得非常广泛 那么稍后的在143课当中呢 我们仍然会看到 关于被动语态的讲解 OK 好了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